住有全屋博古馆 位于日本京都市的鹿谷下宫前町24号 这里虽然小众 但是却藏有3000多件珍贵文物 以及两件被日本政府认定的国宝 其中内藏中国青东既达500多件 并且全部都是精品 在京都鹿谷 沿着哲学之道一路向南 便可抵达全屋博古馆 博古馆的周围更是有平安神宫 东山慈兆寺 南禅寺等一大堆打卡圣地 尤其在每年的三四月份 周围更是挤满了观赏樱花的游客 今天要介绍的这16件珍品 是官方列出的12件宝贝 以及公认的4件来自华夏的至宝 虎石人友 商代 虎石人友是陈九专用的礼器 目前专家们一般都认为 出土于湖南宁乡与安化交界处的围山 这件虎石人友高35.7厘米 重5.09千克 造型非常神秘 一只老虎张开血盆大口 前爪紧紧抓住一位人凶 准备活吞 而这位人凶则扎着马步 双臂锁住猛虎 蓄力准备使用必杀剂被摔 神秘的湖南宁乡 经常出土这种以人寿为主题 又造型怪异的青铜器 因为神秘怪异 所以表达的含义也众说纷纭 有奴隶说 与神沟通说 神人合一说 驱贵避邪说 人虎共生说 虎方图腾说等等 甚至导致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 在命名上都产生了分歧 虎石人友 全球仅两间 其中一间原为晚清高官圣玉所藏 1899年圣玉去世后 虎佑流入日本 1903年 朱友春翠花巨资 从藤田弥柱手中购得 然后就到了全乌博物馆 另外一间虎佑 则是收藏在法国的赛努斯基博物馆 是1920年有博物馆的首任馆长 亨利达解德提萨克购得 原本全球仅两间的虎石人友 近年竟然在四川省夹江县 发现一件 虎石人友一直以来都认为来自湖南宁乡 其实未必 如此怪异的造型 大家可别忘了三星堆 并且 神秘的八人最首要的图腾 正是虎 魁神谷 商代 经学者研究后表明 这谷同样出土于湖南 这件魁神谷原为圆明园旧藏 后来也就被抢夺而出 流失海外 1903年 朱友春翠从一神秘人物手中购得 魁神谷的骨头有一对凤鸟 底下有四足 魁神谷的两面都贴有鳄鱼皮 骨身气壁的厚度仅仅只有3至5毫米 可见商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 已经达到多么可怕的水平 魁 也叫魁牛 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条腿的怪物 《山海经》中便有记录 皇帝用魁的皮做成了骨 用来给军队加buff 着陆之战中 更是造了魁牛骨八十面 以壮军威 书经中则是记录了帝顺时期 魁不想再被扒皮了 于是在帝顺的宫中担当乐队大主管 这件魁神谷 魁化作人形 以蹲坐的姿态 四肢延伸至整个古边 虽然是人面 但还是有着羊角 胡腕和兽爪 史书中有记载 传说魁牛一共现身过三次 第一次是三皇五帝时期 第二次是始皇帝时期 第三次则是在东晋 这件魁神谷 和之前介绍过的湖北省博物馆 镇馆之宝 重阳铜骨属于兄弟型孤品 全球仅存两件 柱友全屋博物馆里面主要的收藏 全部来自于柱友家族第十五代掌门人 柱友春翠 柱友春翠 本名柱友及左卫门友纯 出生于官宦家族德大四家 天皇的后裔 西元四公望的弟弟 出生于京都 1893年 29岁的春翠 进入柱友家成为养子 第二年便继承家业 成为第十五代家族 在日本 财团 政界 或者各种家族企业 都有着养子继承的习惯 如果你有研究 你会发现 这些养子们 都属于皇族血脉 当然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大家可以自行查阅 幼年时的友纯 父亲对他的教育 便是和汉兼修 既要学习日本书记 大日本史 更要学习国语 左传 1897年 成为柱友掌门人的春翠 前往欧美旅行 在参观完卢浮宫 大英博物馆等等之后 让他找到了自己 1900年 义和团运动爆发 大量中国文物 开始流向海外 1903年 春翠一连购入 12件矿式藏品 胡友和魁省鼓 变在里面 祝有春翠一边收藏 一边编写收藏土路 取名为全屋清赏 并且在上面 附加了英文解说 如此一来 让欧美的各路收藏家 都有了全新的收藏参考 据说当时远在北欧的 瑞典皇太子 都写信给春翠 想求一本全屋清赏 1960年 祝有春翠在家乡京都的陆谷 修建了伯谷馆 保存其一身和家族的收藏 祝有全屋伯谷馆 全屋是他的家族商号 伯谷二字 则是来源于 宋徽中赤传的 宣和伯谷土路 而宣和伯谷土路 属于宋时期的皇家收藏册 全屋伯谷馆 正式表明拥有 如同皇室一般的收藏之心 缠闻祖 商代 这可不是长条凳 是大家都会的成语 人为刀祖 我为娱乐中的祖 祖是一种礼器 是专门用来宰杀和摆放祭品的 所以祖根本就不是 大家脑海里奔出来的 那个切菜剁肉的砧板 祖最早出现于于顺时代 那时候就是一块木板 带着四条腿 到了夏朝 开始讲究使用什么木料 商时期 祖更加注重做工与装饰 并且针对不同场合 不同方位 使用什么肉 都有非常多的讲究 这套祖的礼仪 一直掩用到大清王了 这件缠闻祖的正面上 有一圈非常精美的缠纹 两端装饰着奎纹 四条腿上装饰寿面纹 祖部附近装饰焦叶纹 如今 你在大部分博物馆 都很难见到的祖 除了这件以外 南洋市西川下四出土的 镂空祖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以及辽宁的景州博物馆 还有一件玄陵祖 缠闻祖流失后 曾为鸟尾小弥太所藏 后辈柱有纯粹收入囊中 全乌博物馆 收藏的商时期青铜珍品 还有 饕铁文方雷 吸手方尊 还有这件特别呆萌可爱 有两只赤箫背靠背 极其精美的歌友 以及这件赤箫尊 国内最出名的箫尊 当属河南博物院的富豪箫尊 其实 有大量精美绝伦的箫尊流失海外 这便是其中一件 前段时间 在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不小心被游客绊倒损坏的 正是一件青铜箫尊 还有这件极为精美的凤柱甲 以及这件出土于河南安阳的载豪爵 上面的名文直接告诉我们 这可是商周王赏赐给载豪的宝贝 标示枪中 西周 全乌博物馆 一共收藏有12件标示枪中 这12件原为上海收藏家刘体制所的 后转卖给了住友春翠 标示枪中 完整一共有14件 另外两件 则由加拿大的传教士怀旅光 带到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说到怀旅光 不得不提让人心痛无比的洛阳金村 洛阳金村 是周朝天子的归藏之地 1928年夏末 金村一带连降大雨 村中1.5公里处 地层突然坍塌 露出洞穴 从此 深藏近3000年的周天子大墓 几乎全数被盗 这些出土的器物 每一件都精美绝论 全数珍宝 直接撑起国外 一座又一座博物馆 加拿大的传教士怀旅光 直接参与盗墓 脅迫利用当地村民公开大肆盗绝天子 然后寄往加拿大 关于金村和金村的文物 以及怀旅光 未来会做专题篇 这14件标示枪中 正是来自洛阳金村 这套编中每枚都著有名文 其中5枚著有61字长篇名文 9枚著有4字短名文 名文介绍了此套编中 铸造于东周威猎王22年 正好是韩魏赵三家分镜前一年 编中的主人为晋国韩氏手下的一员猛将兄 在一次伐奇的战争中 猛将兄极其勇猛 率先攻破齐国长城 受到韩军和进攻的奖赏 所以标示枪中是最早出现 长城二字名文的青铜器 并且还告诉我们 早在江崎时期 齐国就已经有长城了 如此至宝级别又是来自金村的编中 根本无法形容其价值 大使游眼 西周 清末咸丰年间 在山东省寿章县的梁山地区 几位村民在地里干蒙活时 一不小心发现了七件极为精美的青铜器 大使游眼便是其中一件 眼是古代的真器 这件大使游眼高52.2厘米 口岩下装饰着奎龙纹 三代族上装饰着牛角寿面纹 镇的底部有五个十字气孔 内壁有九字鸣纹 意思是西周时期一位叫有的太史大官 打造了这间尊仪来纪念少宫 少宫是谁 极有可能是西周时期辅佐成王的重臣 少宫氏 而这七件青铜器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们的和称 关键这七件质宝可能只有一件在国内 根据文献记载 当时出土的梁山七戏有多个版本 大概率是三顶一仪 一和一尊一眼 那么如今梁山七戏都在哪里呢 大使游眼 日本京都全乌博物馆 大宝友 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 小陈于西尊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大宝鬼 美国华盛顿弗利亚美术馆 大宝顶 也就是太宝顶 中国天津博物馆 还有一件传说在瑞典的 斯德哥尔摩远东艺术博物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的县顶 据说可能是梁山七戏中的其中一员 也就是说梁山七戏至今有两件仍然下落不明 这七件宝贝除了精美 最大的价值在与原始拥有者的尊贵地位 梁山七戏又是如何流失的 几乎没有任何记录 但是可以肯定 与清末的动荡有着很大的关系 全乌博物馆 收藏的周时期青铜珍品还有 项文四宫 锦记石油 这件锦记石油在台北故宫博物馆也有一件 并且同名 所以原本为一套 为故宫旧藏 如今分隔两地 四虎博 这件四虎博属于春秋时期 量产的打击乐器 和编中里单独的博不一样 属于编博 因为除了全乌这件 在上海博物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 湖南博物院都有 还有这件窃取纹四足和 痴文方铜炉 这件来自春秋的方铜炉也是极为罕见的宝贝 整体的铸造设计非常精妙 炉堂正面有个双开门 门两旁各有一室尾 炉堂其余三面还有窗户 还有这件春秋时期的痴文眼 以及战国时期的这件盖袍壶 在倒酒的时候 弃手的鸟汇便可以张开 精妙程度无与伦比 当然 全乌博物馆周朝之后的青铜珍品 收藏更多 比如西汉的镀金九尊 西汉的提梁铜壶 西汉的方格规矩四神镜 唐代的人寿酸泥镜 北宋的错金银寿星尊 这是一件来自北宋时期的西尊房品 在山东省博物馆 则有一件来自战国时期的错金银 青铜西尊镇品 摄理石函光果三重套 唐代 唐代看月年间 生产的摄理三件套 也被诸有春粹 不知从哪儿买了回来 这三件套保存完美 不过在中国 摄理的存放一般都是金冠银果 而这套摄理官为铜制 摄理果为铜制镀金 虽然是镀金 但是这件摄理果依旧十分精美 采用掐丝 贴汉 卯合 镂雕 镶嵌等手法制作而成 不过当时到底是存放哪位高僧摄理的 目前已无从知晓 阿弥陀如来作相 平安时代 这件真人大小的如来作相 根据刻在背后的明文 可以确定制作年份 就是平安时代的大智五年 也就是1130年 1130年在天朝 南宋军队节节败退 金军在中华大地四处殇杀强掠 东汉时期 日本便派使者来访中国 尤其到了隋唐时期 疯狂来访 中国的文化大量涌入日本 尤其是佛教 中国的墓葬佛像 脸部舒展 脸颊饱满 眉间与嘴角透露着从容感 衣服纹理基本为深刻 表现形式丰富 然而 因为华夏民族常年战火 所以留下来的精品墓造像很少 日本的墓造佛像 脸部圆润 眉目细长 给人一种既神秘又亲切的感觉 这种风格从飞鸟时代开始 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如同中国圣唐时期 极其繁荣 这个时期的日本 大肆新建寺院 塑造佛像 由于日本传统文化 保存传承较好 所以至今各地 有着大量的古代墓造像 这尊阿弥陀如来作像 刘海七枕 罗发均匀 并且罗发的形质很小 衣服图案为浅雕 线条浅显 仿佛在雕刻时 生怕一用力 就把佛像给雕坏了 东方人对树木 有了特殊的感情 树木本身就有生命力 并且也是神灵的寄宿之地 尤其在日本 你要是经常逛神社 很容易发现 所以用树木雕刻的造像 看上去就更亲切 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木雕造像 更能显现出 沧桑和古朴的感觉 关键相比于石头和青铜 简直轻多了 搬运起来无比方便 献客佛诸尊敬 平安时代 这是日本政府认证的日本国宝 这是一面铜镜 你现在看到的是铜镜的正面 而我们在博物馆通常看到的 都是铜镜的背面 这面铜镜从背面来看 被称为瑞花凤凰八棱镜 仔细看 不管是形质还是文士 都与唐代的铜镜极为相似 中国的铜镜新陈于战国 繁荣于两汉 辉煌于隋唐 文献和出土食物告诉我们 中国的铜镜自三国时期开始 便传入日本 尤其到了唐代 非常多的珍品送给日本作为礼物 如今 这些礼物全都是日本国宝 最出名的 便是生产于奈良正仓院里的 那几件神作 平安时代 日本人开始大量仿射 隋唐时期的铜镜 然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铜镜文化 合镜 到了江湖时代 日本生产了铜镜 竟然成为中国沿海一带的 抢手活 正面合镜最有意思的是 镜面通过献刻法 在上面刻有九位神佛 分别是释迦摩尼 两尊菩萨 文书与普贤 不动弥王家两个童子 还有霸气侧落的皮沙门天 在日本 这种镜面刻有神佛像的铜镜 主要安放在神龛中 或是穿神悬挂 祭拜时专用的 日本自古以来信奉神道教 佛教进入日本后 也就有了神佛合一的崇拜 并且认为神就住在铜镜之中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镜面献刻神佛铜镜 献刻神佛像镜面铜镜 属于绝对的稀有品 这件献刻佛诸尊敬人物众多 精美绝伦 所以被奉为日本国宝 水月观音像 高丽时代 作者许久方 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 经济繁荣 艺术发达 并以佛教为国教 佛文化极其昌生 高丽三绝 佛画 清瓷和七七 全球文明 导致隔海相亡的日本极其羡慕 高丽末期至朝鲜时代初期 高丽三绝被日本疯狂掠夺 尤其是佛画 再加上当时推行的废佛政策 所以这些文化遗产几乎无人重视 因此 在上世纪70年代 韩国国内高丽佛画直接绝技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 仅存高丽佛画160多幅 其中日本的寺庙和博物馆 以及个人收藏达130多幅 欧美收藏有20多幅 而韩国国内只有10多幅 这件全无所藏的水月观音像 正是高丽佛画 堪称绝品 高丽王朝时期学习北宋 在宫中设有画院 高丽大使每次来朝不但求画 更是带着大量画像直奔大象国寺 没日没夜的临摹 徐久方 正是高丽宫廷画院里的超级画师 他的这件水月观音像 画于高丽致至三年 整幅画像为捐本色色 工笔重彩 观音坐右向左 扶手观水 沉思冥想 右下角的童子双手合十 整体描绘细节精致 色彩艳丽 艺术水平极高 在日本东京的浅草寺中 更是密藏了一件史诗级别的高丽佛画 水月观音图 而这件密藏的观音立像 洒水救人 也被称为水滴观音 这幅佛画 日本至今从来没有公开展出过 秋野木牛图 南宋 作者颜次平 这是日本政府认定的第二件日本国宝 颜次平 宋时河中河东人 也就是如今的山西人 颜次平和爸爸弟弟都是画家 其中颜次平的水平最高 唐宋时期 涌现出一堆画牛的高手 比如杭晃和五牛图 李迪和雪中归木图 柳吕中和田骏最归图 李唐和木牛图等等 秋野木牛图描绘了两木桶 带着三头牛在大树下一起摸鱼的场景 整幅画面三棵大树占据了主要部分 树叶虽然浓密 但树下已经有落叶 可以看出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 树干部分整体用笔潇洒 破岸和树荫处以水墨渲染 竟然画出了树荫下的凉爽感 树下的牛妈妈带着牛宝宝在一侧休息 牛爸爸则表示我还没吃饱 两位木童则在树后找着乐子 整幅画卷几乎完美地呈现出 南宋时期的乡间日常 颜次平传世作品大量流失海外 比如美国弗利亚美术馆 藏有它的山村归木图和山水图 在南京博物院也藏有 颜次平的四季木牛图卷 如此珍贵的宝物 你基本看不到 左主本三十六歌仙会切之原姓名 《莲仓时代》 唐时期 汉诗 也就是诗词歌赋传入日本后 被改编成了专属的和歌 是日本的一种吟唱型诗歌 那些会唱和歌的诗人 歌手们也就称为歌仙 人们将大牌歌手的形象 及他们所唱的诗句描绘下来 做成小册子 就成了歌仙会 三十六歌仙 是平安时代的歌学家 藤原公认 在三十六人传中选定的 最富有名气的三十六位歌手的总称 三十六歌仙会在莲仓时期 有左主版本 候鸟语院版本 上蝶版本等等 其中左主本最出名 相传是由平安时期的人物肖像画达人 藤原信石所画 当时就属于日本的国宝级藏品 明治维新后 人们害怕如此珍贵的国宝 被外国人买走 于是在1919年的一天里 大家商议后决定 将完整的三十六歌仙会 分割成了三十七单页 分别藏在不同的人手中 从此 歌仙会策页流入民间 很多单页不知所踪 所以至今日本政府 还在努力收集失散的歌仙会策页 全乌博物馆收藏的这页 正是会有歌仙大神袁信明的单页 袁信明 平安时代的大歌手 大贵族 属光孝元氏 他的父亲 袁公中 也是三十六位歌手中的一员 在日本看展 尤其是遇到三十六歌仙会 这种史诗级的展出 你会发现 竟然有很多人都自带望远镜 为的就是可以不用挤来挤去 从高处独自享受国宝的魅力 堆黄龙图圆盘 明代 这件来自明万历年间的 龙纹堆黄圆盘 是全乌博物馆机械收藏中 最重要的作品 因为盘中央刻的是五爪龙图案 象征皇家 整个盘周围以云纹 波浪及仙月进行装饰 更烘托出帝王专用的气质 这件堆黄圆盘采用的是 踢黄工艺 这种工艺根据七色不同 有踢黄踢黄踢绿 踢黑踢踢细之分 日本人对这种工艺情有独钟 所以大量国宝籍的七戏 在日本被密藏 我们在安徽省博物院中就介绍过 七戏达人张晨的 《七戏》云纹七盒 正是明朝某位旅游达人 去日本旅游时 从当地买回来的 这种七戏 技法成熟于宋元时期 发展于明清两代 通常以金属为胎骨 然后在上面层层修七 少则八九十层 多则一两百层 等到半干的时候 苗上画稿再进行雕刻 宋元时期的文样较浅 到了明清以后文样加深 所以工艺难度也就越大 奎兴像明代 传说奎兴是一名考试达人 曾连中三元 却因长得太丑 吓到了皇后被逐出皇宫 奎兴一怒跳入东海 玉皇大帝愤愤不平 于是赏赐奎兴一只猪笔 从此让他掌管人间考试 所以奎兴像都是这样的鬼面 在北斗七星中 前四颗组成韶笙 中国古代称为奎兴 后三颗组成韶饼 古称为韶兴 其中奎兴中的第一星 就是天权星 经过道家的掐指一算 也定名为文曲星 乃是主宰天下文运的大神 学问之神 科考重榜列衣甲 被朝廷录用的人 民间认为他们都是文曲星下凡 其中最出名被认为 不是凡人的有 笔干 范中烟 包枕 苏氏 张孝祥 文天祥 以及刘伯温 这件来自大明时期的 同志杜金奎兴右手拿笔 左手托着书斗 这种造型被称为奎兴点斗 当奎兴左手拿的不是书斗 而是金钉 并且书斗跑到他左脚上的时候 则变成奎兴踢斗 这两种都可以拜用来抱佛脚 但是有一些你可千万别拜 比如像这样笔都丢了的奎兴 谁拜谁完蛋 安婉帖 清代 作者八大山人 安婉帖 被日本列为重要文化财产 安婉帖原为清末苏州大收藏家 顾文斌所藏 明治三十年 被京都的壮客大佬桑明铁城 从中国购得 昭和二年 桑明铁城转让给了筑友宽衣 最后也就来到了全乌博故馆 在安婉帖的最末页上 同样也有他们的提拔 1694年的夏至 69岁的八大山人画了这册安婉帖 然后送给名叫退温的好友 这位退温 目前中日学者们都没有研究出来 到底是谁 仔细看这册画帖 八大山人所画的鱼鸟 都是寥寥几笔 有的拉长身子 有的紧缩一团 之所以会画成这样 是因为八大山人有着特殊的绅士 八大山人 原名猪统 也叫猪搭 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 朱全的后代 崇祯皇帝在锦山一调 大名网了 19岁的猪搭顿入空门 特殊绅士及时代背景的加持下 也就有了这些相貌奇奇怪怪 演出暗淡五光的变形生物 他的画作上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符号 比如八大山人签名 既是哭又在笑 还会经常出现一个特殊符号 其实是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 这一思念大名 每年秋天 安婉帖都会被全树打开 但是你几乎不可能看到完整的二十二伏 因为这二十二伏是安剑斩出的 也就是说 你至少得二十天连续不断的前往餐馆 到时候估计连保安都认识你 黄山八圣徒 清代 作者石涛 在石涛的生活里不能没有苦瓜 不但每顿都要吃 甚至珍爱到把苦瓜供奉起来进行朝拜 所以他自称苦瓜先生 石涛 原名朱若吉 广西泉州人 和八大山人朱搭一样 也是朱远丈的血脉 石涛三岁时大名亡了 年幼的石涛出家为僧 开启了云游模式 云游期间 石涛在安徽宣城的靖庭山及黄山住了十年 37岁时 石涛定居南京 两次被南巡的康熙召见 随即赴京 本想为国效力 没想到大家只是把他当个画匠 一气之下 石涛直接买了艘船返回南京 然后定居扬州 成为了真正的职业画家 石涛在扬州提出过 笔墨当随时代 无法而法等口号 震动画坛 吴冠中认为石涛是中国现代美术的起点 黄山八圣图是石涛从黄山归来后 在南京所作 黄山八圣图册分别为 山西道上 黄山道上怀冠武曹俊首 白龙坛 莲花风 明咸泉 汤池 扰龙松和文书彦八幅作品 这些作品仿佛是石涛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相机上了黄山 拍下了黄山最美的八张照片 这八张照片每张上面都有提示 其中有五张落款为苦瓜和尚 黄山八圣图册 清末被广州收藏家潘正伟所收藏 后来被柱友宽宜收入囊中 如今乃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财产 朱搭和石涛 以及红人 昆蚕四人 被称为清代的画坛四僧 海棠木白图 江户时代 作者伊藤若冲 伊藤若冲出生于京都一户蔬果批发之家 为长子 本应该继承蔬果摊老板 结果在四十岁时将家业丢给了弟弟 自己不恋爱不喝酒 要么沉迷画画 要么成天和僧侣们泡在一起 伊藤若冲本名为伊藤园左卫门 若冲二字 取自道德经理的大营若冲 奇用不穷 而他最擅长画的 便是花鸟鱼虫 尤其是鸡 为了观察鸡和研究鸡 然后画鸡 他在家中院子里养满了鸡 最终自成一派 伊藤若冲特别喜欢 中国宋明时期的花鸟画 1731年 受日本天皇的邀请 清代画家沈南平 带着弟子们东渡日本出差 在长期当了多年的导师 传授花鸟写生的技法 估计当时伊藤若冲 也报名参加了这次培训班 因为这幅海棠木白图 和沈泉的雪中游兔图 有着极为相似的感觉 海棠木白图 描绘了四手心仪 和海棠花同时开放的场景 上侧的枝头上 拥挤地站立着一排木白鸟 也就是绣颜鸟 远看整幅画面 竟然有着罗燕3D的视觉效果 在日本 海棠木白图被做成了各种文创 深受大家的喜爱 2002年 驻有全无博古馆 在东京的六本目 开设新馆 大量近现代的日本珍藏 及中国藏品 成为了新馆的正馆之宝 未来也会介绍给大家 全无博古馆 属于国外专门收藏 中国文物藏品的地方 如果你有计划前往京都 不如亲自去看看 这些身处异国他乡的国宝